但也关心在昨天晚上 新北市三重是发生了一起人间悲剧 一名母亲是到了家里之后 发现自己的女儿怎么都一动也不动 甚至是身中七刀来身亡 赶紧报警 警方是寻现找到了动手的 就是这名死者的丈夫 而她呢就是二度回到家里 最后把自己的小孩子也带走 跑到了北投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在刚刚呢 这个在第二殡仪馆也在进行相宴 女方的家属来到了现场 情绪是相当的悲痛 带你来听稍早最新画面 好残忍 好残忍 好可以听到呢 这个妈妈是遮住自己的眼睛 一边走一边大喊 怎么这么残忍 因为她认识的正是自己的孙子 她当时呢是被这个爸爸带到北投去 被以住带来勒死 而目前呢也正在进行相宴当中 这名母亲是认识过 或是相当不能接受的 没有办法想象自己的孩子 以及自己的孙子 竟然遭遇到这种错 遭遇到这种情况 而目前也正在进行相宴当中 稍后有更新的情况 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